新闻市111年在技艺技能竞赛成绩斐然 一共夺得10金、5银、11铜、24个第4名到佳座 43座金手奖及75名优胜 一共有168人赐获奖 总得奖数超越历年成绩 技能竞赛青少年金牌数更是全国之冠 教育局长张明文表示 疫情趋缓以后 扩大推荐荣获金手奖的优秀学生 以及指导教师到美国、澳洲和日本四大路线 并且首创纳入国际技能竞赛青年组和青少年组师生 目标4年要送500名以上的新北顶尖技职师生出国交流 培育世界级人才 并且公布国外技职研习三大任务 包括以技能交朋友、跨领域共学习、行销新北特色 我们所有的技职孩子有三个很重要的目的 第一个是我们希望用技能跟全世界交朋友 第二个它是跨领域的一个合作学习 大家一起跨领域共同学习 当然很重要的第三点 我们希望能够行销新北的特色 张明文表示 为了让学子们出国交流更方便 全国首创发布国际技职交流素养课程手册 内容包括了国际礼仪、情境英语、文化交流等 具体情境式双语教材 是首部专为技职国际交流撰写具备食物以及可操作的手册 期许每一个同学要发挥各领域常才 结交十个以上的国外友人 同时跨出舒适圈 学习跨领域的技能知识 我们编印了一个课程素养的一个研习手册 我们让每一个孩子出国前都准备好 有双语的能力 然后再加上技能 可以跟全世界做交流 回来以后还要做分享 我相信透过这样一个严谨的方式 可以让我们的技职教育的孩子 在过程中充分地感受到全世界技职教育的发展 还有更重要的是 回来以后会有更多的想法充满着热情 让我们整个新北的技职教育越来越好 越国际化 获得第52届全国技能竞赛 北区分赛汽车板金组第一名的东海高中气修科陈轩廷 也获得推荐前往日本冲绳 他说事前的培训对他们交流很有帮助 也期待日本系能够观摩到更多技术 就是因为我们要去的是日本 它里面会有一些基础的日文单字 然后发音这样子在交流上面比较不会有障碍 因为日本它那边科技发展会比我们台湾好 所以可能可以看到一些我们从来没看过的东西之类的 可以或者是不是汽车板金的也可以 就是以外的 专业技术以外的都可以 教育局表示新北市创全国之先 104年起送金手学生赴海外技职研习 更推出全国唯一技职教育政策白皮书 以4年8亿经费支持优秀技职师生迈向国际 创造多元国际教育的机会 未来将全面扩大支持新北技职 用技能及素养向世界证明新北No.1的技职教育软实力 记者赵世约新北采访报道